大家好 这个帽子咋是玩的 我现在在老家 居然用老家这个词 干什么 前两次来都没有去看 妈妈种的这些菜 还有后面我们家弄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棚 去看一下 我进屋我爸就说你妈妈呢 然后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肯定是在后面的菜园子里面 然后一猜对 弄了一条袋 哎哟 什么东西在想 可怕 太热了 你没拿着这儿 我真的没有 我又不是一家 你去遇到尸牙 我去哪里 不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快过来 切成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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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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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我都没了今天吃 没有咬到些了 嗯 快点快点 按摆摆 这叫瓜长得真大 我问他有没有拿上胡萝卜 他都已经开始吃了 按摆哦 咬到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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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一块原来是两个棚嘛 棚外面就是那种小院子 然后院子里面居然再往过去喂 这是挺麻烦的 连回好多个门 从这块出来到这一块 然后再到这一块 所以挺麻烦的 而且那两个棚也 呃 年分年分久了 所以今年就弄了一个全部的整个的大棚 从这块是除草棚 那开车 从他的这个 东侧也可以进去 铲车也能进 人也能进 然后牛羊全部在里面都可以喂 这种的 意思就是呢 把原来小单件弄成了一站式的服务室 就可以在那块喂牛羊 也可以去清理他们的粪便 就很麻烦 很不麻烦啊 就很方便 哎呀 这是不是 推了吗 哇 没点儿臂力 你看 看我肌肉都出来了 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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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弄完算了 从这块进去了 好宽敞 原来这个是单独的 然后弄了这个棚之后 这个门就可以直通我们的大棚 所以就是这个蓝色拖拉机头 在的那个地方 原来我们自己就有的 这块不是你看 原来是那个棚 这块是另一个棚 现在弄成了一个整个的大棚 马也太晒了 快出去吧 这个门 到底是谁设计的 哈喽哥子 你好哥哥 那边还有一个 那边 不是那边是木头杖 好 你看 你 那个